大家好 欢迎收看《海峡两岸》 我是桑辰 在台湾有这样的一个群体 他们热爱着古典诗词 在对经典诗句一遍遍的诵读当中 领略着韵律的和谐与辉弘的历史 用另外的一种方式 打开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大门 同时也汇旧了两岸诗意新篇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驻台记者 发回的系列报道 我们的宝岛 随着总台大剧《庆余年》第二季在台湾热播 《庆余年》中醉酒失百片的高光时刻 也成为了众多台湾民众们 津津乐道的片段 他们被范贤店前斗师所震撼 不是被范贤 却是因为中华五千年文化 因为诗词唤醒的精神故乡 在上学期间准备的 比较多是为了考试吧 后面会发现古诗文真的还蛮美的 它一个字融入的人事史地物可能会更多 眼前的孩子不过十二岁的年纪 早已将孙子兵法很多片顿熟度于心 和每个孩子一样 他从小开始被父母要求读唐诗三百首 可读到后来诗词之美 早已悄悄渗透在他的心里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兴趣 其实对兴趣蛮大的 我从幼儿园开始 我就有天天背那个唐诗之类的 然后背背就背背背 慢慢地就把整天就背起来了 把这一份中国文化传下去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存在 爸爸妈妈从小就会在院子里 下了班就会跟我们讲一些历史性的故事 还有唐诗三百首 还有古人的他们所写的事 他的那个文字穿透力太难受了 尤其是像比如十年生死两茫茫 那一下子就把我的境界拉到了当时 我们一点一点地去努力 我们能够在台湾推出来这样的一台 中华经典诗文的表演 能够让大家在欣赏的时候 既感动了 同时也能够去仔细地体会 我们中文的美 这个我们的老祖先 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最珍贵的诗词 唐诗三百首 人生天地间 宋读经典古诗词激活了埋藏在台湾民众 内心深处的民族文化自豪感 正如他们所言 原来我对这些诗词的记忆并没有被时间冲淡 而是刻在了血液里 一经触动便如洪水一般涌现 可能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神奇所在 中华文化因为它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历久归心 而其中诗跟词是一种我们文化方面 可以说是一种血经 是一种最好的一种文字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传承爱惜 而且我们要发扬光大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近期台湾媒体大肆炒作 宣称解放军在台海附近 演练大规模抢滩登陆 解放军在地面作战的新战法和新装备 也同时引发了关注 而另一方面为了抵挡解放军抢滩 民进党当局大量采购布雷系统和坦克装甲车等等 被批是在做无用功 登岛作战 解放军究竟都有哪些新战术呢 而为什么说台军的抵抗是徒劳的呢 今天就以上内容 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三位嘉宾 共同解析 北京中国社会院台研所研究员张华先生 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 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宇谦先生 欢迎三位 解放军抢滩登陆演习 引发岛内高度关注 相关内容我们通过新闻来了解一下 进一个短片 台湾媒体报道称 近期解放军曾多次演练抢滩登陆 并制作相关的视频影片对外发布 影片中解放军两栖登陆舰和登陆车 突破敌军炮火登上海滩 士兵向敌方据点发起攻击 演练了兵力快速投送能力和登陆作战能力 有台湾分析人士认为 这样的演练影片是给行内人看的 其中包含很多战术细节 比如利用烟雾遮蔽无人机 掩护冲锋交替进行等 解放军报也刊发观察文章 称解放军正在打造一把两栖尖刀 确保在登陆作战中可以克敌制胜 从目前公开的消息报道当中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解放军在演习当中 有哪些新装备和新战术 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同时您认为 他们的抢谈登陆演习 这次为什么会引发 岛内媒体如此高的关注呢 是 我们看到这几天 台湾岛内媒体 尤其是台湾的军方 对外不断地放话 然后来炒作大陆这种 抢谈登陆演习这样一个动作 那具体来讲呢 他们主要是炒作几个演习 在我们福建省东山岛这个地方 举行的两场的这样一个 登陆的演习的活动 那在这样两场演习活动当中 这公开资料来看的话 主要展示的新装备包括 比如说071的两栖的登陆船 075的两栖的攻击舰 这个无人机 战斗机 当然还有这个海上的其他舰艇 因为我们知道 每年我们在八九月份 在这个包括在东山岛这个地方 都有相关的类似的军事演习 而且不论是往年的同一个时期 还是今年之前的这个大半年的时间 实际上针对台湾岛内 台独分裂势力的这样一个演习活动 也非常之多 那他们炒作可能有几个目的 第一个层面就是意识到说 对于台湾岛内搞到台独分裂活动 以及外部势力介入我国的台湾事务 我们是绝不容忍的 尤其是说我们会动用我们军事力量 然后来捍卫国家这个主权和领统完成 近期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 包括赖清德本人实际上说了一些 非常不应该讲的台独的话 而且包括他们在国际上 也谋求参与所谓的联合国的组织体系 以及来大肆的污蔑2758号决议 等等这些台独的动作 实际上我们中国大陆是绝对不会容忍的 那军事方面的这样一个反制 是其中重要的一个一环 这是从政治层面来讲 如果从军事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一次我们演练的很多战术战法 实际上在以往也是 虽然有出现过 但是集中的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 两次举行这样的军事演习 确实也比较罕见 比如说联合的这样一个登陆的演习 虽然以前有 但这一次我们动用了这样一个 空中的海上的路上的这样一个协同作战的演习 而且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联合的作战演习当中 有动用了传统的军事的力量 比如说军舰 军机 无人机等等的 这样一个军事力量 那整个的军事的这样一个联合登陆演习 实际上也意味着说 我们基本上完成了对台作战的这样一个规划 和这样一个任务的训练 因为我们知道按照所谓的军事力量 然后来实现两岸统一的这样一个逻辑 第一步可能是联合的封控 然后这个火力的打击 那最后才是联合的登陆抢滩这样一个动作 那现在我们把这种民用的船只 也用在所谓的这样一个抢滩登陆的演习当中 也意味着我们大陆采取非和平方式 然后来设置台独来实现两岸统一 这样一个军事的准备 实际上也取得非常大的一个进展 确实如您所分析的 为了统一 为了震慑台独 那么解放军练兵演习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台湾当局就是在利用这一点 大肆炒作大陆的军事威胁 而解放军我们看到这些年 在加速提升战术 以及装备的现代化提高联合作战的能力 那么岛内各界对此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同时赖先生 您个人对于解放军这些年来的地面作战 特别是抢滩登陆作战能力的提升和发展 又怎么看呢 台湾岛内当然对于解放军的现代化非常关注 特别是对于五代的战机 像歼20 甚至新型的舰载 隐形战机歼35的发展 那当然还有运20 轰20的未来 大家都很关注 特别是对于航母 不管是辽宁 山东 跟最现代的福建舰的电磁弹射 当然保持高度的关注 对于台独来讲的话 他们对于解放军的两栖登陆的作战能力 他们特别特别的留意 甚至还有人关注到077的远程的两栖攻击 这个舰载机等这样的一个发展 如果就我个人来说的话 我觉得解放军的整个作战的思想跟思维 其实并不只是局限于在台湾的内部两岸之间的 解放军跟台陆军的一个战争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在于思考 对于外军射入外军的介入之间的震慑能力 例如说美国如果透过日本或是菲律宾的居地 那么介入了台海的战事 解放军该怎么处理 例如说美国拉的菲律宾或是拉的日本 然后联合的介入了台海之间的战事 解放军该怎么处理 所以解放军的建造的能力目标 其实除了区域巨制 把美国的这些航母战斗群巨组 在这个2500公里到1500公里之外 那么对于在日本的美军的军事基地 或者菲律宾的美军的军事基地 如果他们使用这个基地 那么去对于中国大陆的 有关于台海之间的问题进入打击的话 那解放军当然要有能力去摧毁他们 那如果说美国退到第二岛链 要来介入这个台海的战事 我想这个可能性就较低了 因为距离实在是太远了 所以解放军它的整个发展中 一方面除了要震慑威慈 美国 日本等相关国家 介入台海的战事以外 我觉得解放军的联合作战能力 是重中之重 联合作战能力跟协同作战是不一样的 那也就是陆 海 空 火箭军一体化了 跟过去的协同 就是例如说要求火力资源 要求空中资源 海上资源 是一个不同的一个作战概念 也就是整个联合作战 以打完成军事目标 完成战争目标为目的 那么各种兵种 军种的整合力量是整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注意到 解放军如果在这个两栖登陆的这个作战中 当然要先取得制空制海权 取得制空制海权以外 那就涉及到对于两栖登陆的作战能力 目前全世界很有可能是 第一艘电池弹射跟拦阻锁的无人舰载机 这样的一个四万多吨的两栖攻击舰 会构成未来平海作战 或者是登陆作战的一个主力 基本上来讲 大陆的平海作战能力 登陆作战能力 基本上来讲 是已经是相当的成熟了 说到抢滩登陆作战 胡教授在您看来 那么抢滩登陆作战能力的高低 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 特别是震慑打击台独 有着什么样重要的影响 解放军的近年来 加强了多兵种的连训连演 大力提升抢滩登陆的作战能力 那么无论对于台独分裂势力 还是对于外部干涉势力 都是一个极大的震慑 那么随着近年来 我们的改革强军的战略 全面得到实施 那么解放军的面貌 可以说是焕然一新 在如今的抢滩登陆的演练当中 就不再是部队的单打独斗 而是重点打造陆海兼备的两栖兵 那实施的是多兵种的一个联合登陆 和立体突防的这个战术 比如说解放军的两栖重装的合成部队 那么它的任务是抢滩上岸 建立登陆场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就要加强和陆航 炮兵 特战 电子对抗等多兵种力量的一个协同 从而形成一个体系化的作战能力 解放军的这个两栖登陆的一些新的装备 比如说这个综合的登陆舰 然后两栖的装甲车 气垫船 还有这个无人破障艇等等 那么陆续的列装部队 那也使解放军的这个两栖登陆 抢滩登陆的这个作战能力 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 同时也有了更大的底气 那么在解放军联系多次 成功地演练了抢滩登陆的这个能力之后 台湾有军事专家坦言 现在在台海战事当中 大陆已经牢牢地掌握了主动权 那么解放军在航渡阶段 其实就已经掌握了制空权和制海权 那么航渡结束之后 马上展开这个登陆的作战 在美军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实现了对台湾的登陆 实现了这个速战速决 那么另外今年7月份的时候 有日本媒体披露了 日本政府的一份评估报告 那么日方的原来评估 解放军可能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才能够完成在台湾岛的登陆 那么现在看来这个时间 有可能被缩短到一周的时间 从而不给美军留下一个 介入的时间的窗口 那么另外还有台湾军事专家表示 一旦解放军开展大规模的 抢滩登陆的作战 那么台军的最多支撑不过三天 更不要指望有美军的支援 因此解放军大幅度地提高 抢滩登陆作战能力 对于震慑台独和外部的干涉势力 捍卫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 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解放军抢滩登陆演习 引发岛内关注 位移5G统 台军加强反登陆部署 并采购布雷系统 解放军打造两栖尖刀 将如何震慑台独 登陆装备和战术 又有哪些新变化 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解放军捍卫主权 抢滩突击雷霆万军 是的 总之解放军完全有能力 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 绝不允许任何人 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 近期赖青的当局有加大力度 对美军购相关内容 我们继续通过新闻来了解一下 进一段片 台湾媒体分析称 为了抵抗解放军登陆作战 台军近年来不断加大投入 购买武器装备并进行相关演练 如台当局2024年的防务预算中 包含向美国购买14套火山布雷系统 台海军也演练在战时 用快速布雷艇在海上 港口 河道等布雷 在台军年度例行演习当中 海滩反登陆作战也是重点演练项目 为了阻挡解放军登陆 赖先生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在装备和演习方面 台军这些年都在做什么样的准备 陈水扁上来以后 民进党他们主张台独 他们认为要做平海决战 平海作战 所以等于是在台湾的附近海域中 作为一个决战 也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 我们看到在民进党的台独当局们 他们的这种作战的构想 就是把决战放在平海线 所以他们向美国大量的购买 这个鱼叉导弹 不管是舰上的鱼叉导弹 还有暗制的鱼叉导弹 他们从云林 台南 高雄 屏东到台东 这样子建立起一个 有关于从台湾的中南部 一直到台湾的东部 到巴士海峡等 这样的一个反舰的作战能力 接着他们大量的生产制造 熊二 熊三的反舰导弹 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 他们还担心考虑到 这些导弹都被瓦解 也就是说在第一的战力 保存的时候 那么没有办法保存得好 然后很多战力被瓦解的时候 那么就要进入所谓的陈胜战 因此在海岸线这个部分 他们就又把自走炮 把火炮都布上去了 那如果这些自走炮 这些火炮 这些装甲车都被摧毁 被无人机 或是被舰载机 所摧毁了以后 那他思考的那也就是所谓的火山布雷车了 所以他又向美国购买了一堆火山布雷车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也留意到民进党当局还搞一个陈身战 要用红准来作为近距离的一个打仗 那么蔡英文当局曾经也拿过红准做示范 结果拿相反的被整个媒体嘲笑 被台湾的网民 大家嘲笑说 你一个所谓的 那么重视军事的 然后又说要发展什么红准 结果自己连红准是什么都搞不清楚 还拿相反被大家所嘲笑 这个就是台独他们的水平 军事的水平是如此 所以他们本身在推动的 就是所谓的平海作战 后来美国给了收主意 就叫做城镇战 打焦土战 问题就在于这个焦土战 在台湾能有多少方式来实践 其实大家都存疑的 因为严格上来讲 台湾没有很多人 会愿意为台独而战 是的 虽然台独分子 想以武俱统 但是在行动上 他们仍然在用最传统的思维模式 在做着准备 难怪受到了台湾民众的批评 说完全就是在做 无用功浪费钱财 那么说到为了抵抗 应对解放军 为什么每次台湾当局 总是首先想到的就是 花钱 花钱 目前台湾等的这种当局 是组织台独的 尤其是赖行德 本来公然地自称 是所谓的务实台独工作者 那他这样一个 政治的基调确定以后 那就意味着 两岸通过这种政治方式解决 是非常之难的 于是乎 台湾岛内的这样一个 军事的当局 要迎合他的这样一个 台湾军事领导人 赖行德的这样一个政策主张 就搞所谓的义武谋独 义武巨统的一个动作 那既然是要通过这种 所谓的武力的方式来解决 所有有理性的人都清楚 台湾岛内的不论是军事势力 还是其他各方面势力 根本中国大陆 实际上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 也就是说 台湾岛内民众普遍地认为说 搞所谓的义武谋独 或者义武巨统 是完全不现实的 完全是汤壁当车 可是呢 那为了要在台湾岛内 总是要做点事情 我们看到台湾岛内的军事部门 通过不断地增加 这种所谓的房屋的预算的方式 然后来增加 它对抗我们中国大陆 搞谋独动作这样一个资本 那于是乎 那大撒钱增加预算 就成了他们一样一个选择 那这样一个选择 实际上也符合 台湾岛内这样一个军队体系 长期以来一个做法 就是一旦出事 那大家就增加一个军费 通过钱 然后来摆平很多的一个事情 那台湾岛内台军 现在主要的所谓的主战部队 是募兵制 那募兵制我们知道 它的花钱的这个钱 是非常之大的 比起所谓的义务议的 这样一个每个月给的这个 这个俸禄 实际上是要大幅地提高 好 你搞募兵制 自然要需要很大量的 这样一个军事的投入 那另一个层面 那我们看到 如果说台湾岛内军队 真的是清楚要跟我们中国大陆 它是为所谓的 为什么而战 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 那自然可以不用说 用这么多的钱 然后来养着军队 可是呢 台湾岛内军队 存在这种所谓的 不止为谁而战 为何而战的问题 于是乎台军 除了这样一个 大量的日常的 这样一个军事人员的技术之外 还要增加很多 所谓的这样一个奖励 然后妄图用金钱的方式 来收买台军 然后为台独而战 这样是从这个人员层面 另一个层面 还有从武器装备的 一个投入层面 那台湾本身的 这样一个军工能力 并不是特别强 于是乎 它要向外部势力 然后来购买武器装备 而美国作为全球 唯一一个目前敢于 公开向台湾岛内 出售武器装备这样一个国家 每次向台湾出售武器装备 实际上都是 加大这样一个利润额的 那卖给其他国家和地区 可能仅仅是 一块钱的东西 那卖给我国的 台湾岛内自动当局要两块 甚至更多 也就意味着 台湾要花更大的价钱 然后来购买武器装备 所以不能从人员层面 还是从武器的投入层面 台军都要花非常多的这样一个钱 然后来支撑 它这种所谓的义武抗统 义武谋夺的能力 我们也看到这两年 台湾岛内自动当局 尤其是赖清德上台以来 台湾岛内军事的投入 已经比马英旧执政事级 已经增加了两倍之多 也就是说 目前台湾岛内自动当局 花了很多台湾民众的纳税钱 然后来搞这种所谓的谋独动作 但实际上最终也是空梦一场 如您所说 台当局无论如何去追加 预算也好 大撒钱也好 这都是一个无底动 因为毕竟两岸不在一个量级上 台独是没有半分出路的 而说到花钱 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对美军购 那么胡教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您认为其中有哪些武器装备 是用于反登陆 以及地面作战的 而这又反映出民进党当局怎样 以武谋独的一个图谋呢 台湾当局从美国获得的 最引人瞩目的一个反登陆 和地面作战的这个装备 就是在2023年12月份 美国宣布对台军售的 14套的火山车载布雷系统 那么这些装备的价值 高达54.5亿元的新台币 那么它包括了布雷系统 布雷车 还有反坦克地雷 以及一些训练的用雷 那么据台湾军方的介绍 这些装备抵达台湾之后 将会被部署到 台湾陆军军团的工兵营 那么每一辆的布雷车 在30分钟内 可以发射960枚的反坦克的地雷 从而构筑一个宽100米的 一个雷区的设置 那么号称 可以组织解放军的登陆部队 那么为台军下一步以武巨统 争取更多的时间 但是这区区的14套的 这个布雷系统 真的能够阻挡解放军的登陆部队呢 我觉得这个是很不现实的 首先由于美方的一个 作业的延误的原因 原本应该是分两批 交付给台军的 这个火山车载布雷系统呢 现在呢就是一辆都没有到达台湾 那么原本应该是2023年 会有第一批的装备抵达台湾 那么现在全部延迟 可能要到2026年才能够 全部交付给台湾 那么第二个 虽然台军方号称 就这些布雷系统 它主要布防的是战防雷 也就是我们说的反坦克雷 或者是反装甲雷 那么对人员的威胁比较小 但是我们知道在战时的时候 台军不仅会在海滩登陆地点布雷 而且可能会在空降的机场 以及机场周边的道路布雷 那因此呢台湾民众是人心惶惶 反对的声音呢也是非常的大 那么第三 最重要的是台军现在的这个思路 反登陆的思路 仍然是二战时期 一个传统的抢滩登陆的思路 也就是当侦测到解放军的 这个登陆部队启程的时候 在他们预判的 在台湾登陆的地点进行布雷 但我们知道 现在解放军的一个抢滩登陆的 一个新的战术 是军民融合联合登陆立体突防 那么在解放军的登陆部队出发之前 解放军一定会对可能干扰 解放军登陆的台军的部队 军机 战舰 可能驰援的这个部队 还有雷达战 防空 反导的基地 进行大规模的火力的覆盖和压制 那么到时候不要说是在海滩布雷 你的这个火山的车载的这个部雷车 能不能够生存 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解放军锤炼登陆作战尖刀 让妄图以武俱同的 民进党当局不寒而栗 但他们还在想方设法赋予顽抗 不仅干当外部势力插手台海的棋子 同时也让他们趁机榨取 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 两岸军事实力的天平 早已经不可逆转 所以我们奉劝到内台独势力 回头是岸 不要一条路走到黑 再次感谢三位嘉宾 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介绍 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 再会